区块链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趋势吗 不可递转的吗 嗯 不好说 区块链整体是一个反政府的东西 它是一个政治实践当中的一个极端的 无政府主义的这样一个产物 这种东西 当遇到一些需要去变化的时候 已经体现出它其实没有这种变化能力 比如说比特币后面的区块链 一秒钟只能交以7比 当它想扩容 就是改变它的基础协议的时候 那会成了巨大的撕裂 不同人的意见不一样 就陷入到了一种接近瘫痪的状态 对吧 所以我们在讨论到那种 那种美中特别自由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这种人 因为我说还研究的时候搞生物的 就每个细胞都如果能够特别自由了 就人就瓦解了 对吧 所以我是知道一个人是必须有你的担当 一部分的这种责任 有你的边界 有你不可为 研究基因生物学这段经历 对你理解互联网理解公司巨大 是怎么讲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让我走出了机械的这种数学物理 因为在数学物理里面 有很多确定性的这些推理方式 但是在里面就遇到一个困难 就遇到非线性的这种变化 就复杂性系统的时候 数学物理是解不动的 是因为这过程当中有太多的这种 微小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 一个绝对的大的变化 我们把它称为叫蝴蝶效应 它不是量子的不可预测 就是由于非线性的不可预测 所以我第一个是看到了所谓科学的边界 你会知道有很多规律 没有办法现在数学物理去解释它 第二的话呢 你会发现生命是有层次的 物理学告诉我们 世界会走向无序的 我们叫伤知单增加 但生命是走向了伤知减少 走向了更有序 当你做一个严格定义之后 你发现说你的细胞也是个生命 你的DNA也是个生命 它都是相对稳定的性状 而且能自我复制 所以这个视角 你看到以前你在物理世界中间 纷繁复杂背后 看到了更大的一种规律和这种秩序 而且是有层次的 互相之间有影响的 环境跟你生命之间的关系 你倒过来环境可能是生命的一部分 或者如果你把生命当环境 环境就是生命 这样的这个世界看到就不一样了 我就很早听他们说一个天才少年的故事 奥塞金牌 特别厉害那种学霸 而且我们算同代人 他比我想了两岁 清华计算机系的 然后非常不好意思地说 我是北大计算机系的 然后人生物怎么走这么大的区别 我就蛮好奇的 我们这代人是怎么慢慢进入一个信息社会的 迅速地卷入到一个信息社会 一个技术社会 他是其中的参与者 也是建构者 也是个旁观者 重要的旁观者 他怎么描述这一切 他怎么思考这一切 而且他认为他的努力怎么样通向未来 都想问问他的看法 我觉得今天会是个漫谈 小川 累死了吧 哎呀 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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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小酒 所以这个 真的 那我们接着喝 行吗呢 行 我们现在去沙发站还是在 他们得布一下顶吧 听他们的 对 老板 你们俩先到你们小会议室休息一下 然后一会儿 那样很快吧 对你们要在哪呢 很快 一两分钟就好了 几分钟 行 你先试着那鱼走 你看它跑不好 有人过去哗就下来到处 真的 对过去没事 你看 那不它不躲啊 那行那行那行 有的是人会哗下 哗到处在奔的那种 是吧 你这动作还大吧 对 别试试啊 你看咱们这动作太大了 说明他能看见外面 你为什么养这个呢 浮水鱼 有用吗 不知道 哈哈哈 来来来来 来咱们坐 坐坐 坐坐 好 行 你喝点什么 对吧 我得要点东西 对啊 热水或者成真呗 你是选喝咖啡是吧 不是我刚刚困了 我们可以喝酒 那你可以 我没问题 当时可能没有酒 那你别喝了 我不能喝 我这么喝 当时为什么选清华呢 还是只能选清华 对一个理科生 一个成绩这么好的人 保送的是吗 我舅舅是北大毕业的 所以我舅舅比较那儿的 然后我妈就觉得 你看这么迂腐 对吧 北大没戏了 所以我们都觉得清华比较那儿的 所以我们要北大 可能别人觉得你那儿的 你自己是五感的 你知道自己是啥 好可爱 所以很简单 对清华那时候刚去的时候 什么感觉 你在成都其中是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然后你进入那个环境之后 你觉得你的竞争者增加吗 或者说你觉得那种竞争感 它明显增强 我觉得很顿感的 当然也就是追求一个最优秀的东西 对吧 你没觉得自己不行 因为小时候讲四大名著 应该先读西游戏最简单 但读完西游戏之后 其实你发现整个阴差阳处 就没读其他东西了 所以在里面 你对孙悟空这个角色 是无限的一种崇拜的 就是那种七天大圣 七十二变 无所不能 他与天斗与地斗的这种能力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 自己在这个学里面 融入了这样的东西了 那事后 我其实挺感谢那样的一段日子的 让你体会了一种极致的优秀 后来你发现说 有些人面困难的时候 他说我能够妥协一下 我退一步 我做个自由解 对吧 我去解决不了这问题 但是像清华这种 他就在里面是这种 什么事 我能搞不定吗 我学习呗 就没有困难难到我 真的这么强烈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是你不典型的是吗 我觉得好难 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一方面自己经历里面 你是不断在追求这种优秀 还很幸运 没有被完全打倒过 对吧 小学到中学是考了成都市第一名 中学到高中是参加数学联赛的一等奖 然后大学这种奥赛金牌就拿到 对吧 令人讨厌的人生 对 在里面没有这种 说什么什么妥协平衡 对吧 你就是奔的最好的一个去 但这么正确 会不会有遗憾 这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你想遗憾是跟自己过不去 得到一个东西 你觉得已经很感激这个事情了 或者非常正确 会妨碍一些更狂野的想象力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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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照逻辑讲究 假命题推出任何命题 就如果怎么样 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了怎么样 你后面说什么都对 知道我就称上帝了 我就死掉了 都没错 从理性角度它意义是有限的 文科生才干这种事 好吧 对吧 就是畅想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 然后这个东西也不可能验证的事情 在那边去捣鼓这个东西好不好 对 但这种畅想不就有乐趣吗 那我现在也有乐趣啊 去畅想未来可能我能做成什么样子 但不要畅想一个 你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谈过去谈未来 现在我就发现说 在前几年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说IPO在等IPO在干嘛事 当你都等待这个词的时候 你说这种希望对吧 但是其实我发现到了一种比较不好的状态 你不在当下了 你是希望什么事情发生之后 你才有一个改变 这内容没有的 直到大学期间 研究生期间的时候 你就是做好眼下每一件事情 没有想过未来的东西了 或者你对选择 你会意识到有某种拒绝吗 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今天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不叫做拒绝 就是没有经历过选择 对吧 但是也是个负担 或者说你的一个没有进行训练 你没有懂得怎么做个选择 对吧 你说拒绝也好 动力量也好 所以在真的有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说 要么就是你咬定了 这就是最好的事 要么讲你不会像很多人在中间 因为没有做到这种 唯一性 他会选这个选那个 他会懂得怎么去选出自己想要的 或者也浪费了很多东西 对 所以在很长时间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自己的想要东西 你只是说什么叫最好的 或者在所谓大众标准里面 那就是最难的一个事 你就去了 你现在特别清楚自己想要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来讲比原来会好一些 对吧 我会觉得自己来讲的话 几个事情 一个来讲 我是认为自己需要做出有贡献的事情 对吧 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看自己拥有什么 你有什么能力 这是需要什么 就当天做输入法 如果中文不能够很容易输入 那你知道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我记得当时 因为领导人会来访问我中学的时候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小同学啊 你一分钟打多少字 我当时脸都绿的 对吧 我要给你讲的地方是这个几个电影证明 我讲的是汇编语言 有没有这么粗俗的一个问题 但后来我讲不是这样的 因为领导人问一个农民 他会问说 农民伯伯啊 你一梦地产多少粮食 对吧 是俗 但是它是一个物质文化的基础 而打字其实在当时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精神文明建策 或者信息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把书法做出这个贡献来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文明 是因为语言的不同 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冲突 东西文明的不一样 甚至我们说 就沿用这种圣经里面讲的通天塔的故事 人想见上帝 造一个叫做巴比塔 或者通天塔 但是上帝觉得你们这个太藐受的权威了 所以就让不同的种族的人 说了不同的语言 没法协作了 因为大家就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共识 和共同的梦想 最后就见不了上帝了 对吧 这是个预言故事 但再反过来看 就如果大家在中间能够进行共识 能进行交流 这些事情会很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AI技术往前走 我发现说有能力把翻译问题 做到真正实用化有一个突破 那如果我们在做这种事情 就会变得很有意义 而且这件事跟搜狗的基因很相近 我们是做语言相关的 做输入法 做搜索 一个让你用中文表达 一个让你中文获取信息 但是否我们能把中文转向一个全球的东西 对吧 我觉得我们有这种能力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世界需要这个 恰巧就是你自己在里面 最有机会去做成这件事情 那你就义无反复地做进去 你们开会是吧 对 你先开会呗 然后你晚上就继续跟徐老师见 行啊 你先开会呗 行 那待会见小川 好吧 我先待会 待会见 那要不这么着 咱们先那个体验下的翻译机 好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刚发布的搜狗旅行翻译榜 那我就出门就不担心了是吧 对对 你可以说 你想说 我说个中文他就翻译成日文了 对对对 各位下午好 你好 说个更复杂点的吧 波兰语试试波兰语吧 我记得有一年去克拉科夫那天是大悟 太牛逼了 那再换一个 我看我还喜欢那些作家 换一个 丹麦语东 我都没听过丹麦语 这些丹麦人是怎么熬过那些慢慢的寒冬的 好牛啊 我觉得这个 虽然也听不懂 但是觉得很牛 我想为什么突然 我很兴奋到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启蒙工程的继续嘛 你想当年在20世纪初的时候 他们印大量的教科书 使用材料 字典 商务艺术馆干的那些事情 他们都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怎么把这个 人民大众给读报 就这个最白话吧 运动 它像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它这个运动的继续啊 以前是要通过这个白话来读懂那些读不懂的名词 现在是可以通过这个翻译器来去理解更大的一个世界的语言系统 而且我对背后的技术变化也很感兴趣 就是确实语言本身 它是一个各方面的核心问题嘛 人家这是地上处理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怎么处理语言的本质的问题 就我也很好奇 就为什么20世纪语言学成为核心呢 这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来 从这边上吧 你到这边上吧 我在那边上好了 好 这个车好酷啊 我是指它的路线标示这块 你喜欢开车吗 我喜欢 别人给绑华你就听了吗 那时候最早的 那次对我也很想看 触动大 触动大 你突然间发现世界最顶尖的 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种技术力量 你是连接在一块的 所以你就不会陌生 你就不会有一种那种隔阂的感觉 隔阂的那种 对吧 这底线我也见过就这样 嗯 嗯 对 就你连接过最优秀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份子 它是一个圈子的人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 温永远是把他们那种旗子 就它那个四色旗 嗯 对四色旗 它那个顶上 还在转 哇 觉得好酷啊 这个公司 后想一旦 真的以后 我有公司了 我要把这个旗子打在顶上转 你把那小狗子猛在那拽 今天觉得走左边 然后又转在那边 这有讲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看去 你的伤心事是吗 伤心事 为什么对翻译这件事情 语言本身这件事情 这么强烈的一个热情 这个东西从何而来 你觉得 所以在这里面的讲 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通天塔这个故事 对 为什么这个隐喻 这个象征 这个意象对你这么强 一个性命呢 就可能你在内心当中 还是更大的世界观 是对分和合之间的这种见解吧 你会知道 像我们以前 我读一本书 是讲的 欧洲思想史什么的 它说通常一个文明的爆发 是一个异族迁徙过来了 然后跟你原有文明 在一个地方公司一段时间之后 它这个文明就爆发了 杂交的产物 对 生命是啊 父母亲一杂交生一孩子出来 对吧 所以你在你的大世界观里面 你会认为两种不同东西 融合 会产生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爆发的东西 它比我们发明电甚至更加的重要 在历史上是有它的位置的 所以是 从一种理想东西 我开始回到这种现实 而是发生到现实之后 反正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了 因为正好是两个上市完了 我们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解放 第二的话 今天的AI赋予我们巨大的一个机会 真正认为未来世界长啥样 去做这样的一种构想 那搜狗会长啥样呢 在这种构想里 我觉得搜狗而言的话 第一个输入法 它就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那在AI里面 我在翻译里面 我会更达到这样一个投入 我会做更多的对话系统 然后这种问答系统 真正把我们的搜索和输入法 转变成这种做助理 对吧 医疗的问题问给他 他帮你做医疗诊断 法律问给他 他告诉你说 对不起啊 你这离婚案 这个事情我进入大数据分析 你这个数的可能会比较大 不是一个搜狮以前了 后来我理解说 当我们去写程序去编程的时候 是把你的这种思想 开始通过你自己的一种技术 注入到了另一个生命里去 就像你人生孩子 它是能继承你东西一样的 这个程序它反映那种思想 而且它能够在环境中间去产生反应的应对 对吧 我是觉得程序是有生命力的 听到那个阿富贵战胜李适时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是挺兴奋的 我记得当时你的反应 我赚了好多钱 我其实大概在14年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CNN 就是叫做卷积神经元网络发明 就是深度学义分支发明的时候 我当时就意识到了可以用来下围棋 所以当时我是跟清华一位老师 都在讨论说 我们做下围棋这件事情 但很可惜 我自己的三东西是不够的 对吧 没有老师听我的东西 所以一到到16年 突然间开始这个阿富贵这个狗宣布 说跟你支持比赛了 所以我就开始逼逼逼逼逼 这个发文章讲说这个机器能引人 有部分人就不信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就打赌呗 对我内心想的这叫收智商税 对吧 这文章写得这么清楚你还看不懂 就包括当时这个头几篇赢的时候 大家讲这叫阿富贵中排逆转 就是前半场下的特别烂 对吧 这什么傻气 到后面一发现越下越好 所以当时分析说阿富贵到后面是下的更好了 我想不是这样的 在阿富贵心中一直就下的比你好 只是你看不懂 你觉得它吓得烂 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有出过 都是这样一个理解的 所以在我自身是叫做 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带路党 对吧 有人抵触它 我不是的 我跟它一会儿了 怎么用语言比较清晰的理解这种 比如阿富贵代表这种智能 最终它目标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它的智能会完全跟我们相匹配 或者说阿富贵已经超过我们了 但是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阿富贵到那会儿就已经说 你只要给它答案 它就能学习了 人在里面是往回退了 比如说我们做医疗的问题说 我要做医疗的AI 我这个程序员是要懂医疗的 对吧 我要医疗背景 把医疗知识通过我的一种表达 我的一种逻辑告诉机器 到阿富贵的时候不需要了 你的程序员不需要懂医疗 你只要给它医疗数据库 它自己就能学会 到阿富贵 Zero了之后的话 又进一步 连你的历史数据都不要了 它可以自己去各种重演一部历史 去尝试 什么都不会 然后一点点的互相博弈 互相学习 最后进化到了今天它这个机器 就从上人类2000年的进化 阿富贵原来的机器 是把2000年的进化的结果塞进去 阿富贵 Zero是从也不进化 你从不担心 他们所谓想象可怕的世界 这种机器会占上人 我觉得我们时代来了 我记得阿富贵赢了之后 我的一个工程师发短信给我 因为我之前就老在提什么 人工智能提智慧 对吧 他觉得做一个程序员 更找到自己身边的意义了 然后我们 我当时在大概3月8号 第一次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叫做法定 收购的一个价 叫做狗胜日 看到了 狗的胜利 然后被网民有的调侃 有的骂 对吧 说阿富贵你跟这跟你啥关系 人家赢了 对吧 你这阿富贵一个狗子 对吧 这叫狗的胜利 也是程序狗的胜利 然后的话 咱们往前走 对太好了 从头走两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楼 这四个是女生楼 这是女生楼 清华唯一的四度女生楼 在他们这旁边 你有没有就是 谈个女朋友 在这下面找个白啥 说吧 没事小川 说吧 表个白 你女生楼去过 就已经觉得这个 已经跟去硅谷差不多了感觉是吧 不不 比去硅谷你更激动 咱们和这边走一边聊 你行吗 聊聊女生楼出说 是我们导演素质都差 不是赖火 都你这个影响的 我那会的话 怎么说 我对女生的成绩特别看重 你对女生的成绩特别看重 对 成绩不好 这是不如我演的 那个坏人 我记得当时 他们97级 有他们一个笑话 对吧 当时也是集训队的 你看集训队可能够聪明 然后正好是 我是他的mentor 是他的导师 对吧 会有通讯吗 因为我指导他 然后还给我寄照片 然后就写信 不要给我掏近虎 这个比达新华不一样的 那么一身正气 对吧 因为为了我考核你的 对吧 还挺好看的姑娘 现在干嘛去了 现在在澳洲当教授呢 也还是挺厉害的人家 而且是最年轻的正教授 复查正教授 对吧 再见面什么感觉 挺好玩的吧 然后到清华来的时候他就找我 吓得我就不敢回宿舍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打一我打二了 我打二了对吧 为什么害怕呢 那比如说我那个陈南我那个书呢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什么感觉 啊 我是很少看这个书 对 不是大学时候看的 研究生日 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 第一点说我原来是用计算机的 或者是数学物理的东西 只是去解决一些物理和科学的事情 嗯 但突然间你发现用理性的东西去分析 这个一个人物的东西 嗯 就是社会背后 它有它的这种规律 它是美 你可以观测它 嗯 它的现象背后是有它必然存在的 这样一套逻辑的 嗯 就把这样一个 我们原来就不敢去碰 或者说是这种觉得特别 跟理性没关系的事情 开始慢慢纳入到了一种 这种理性的思考框架里去 嗯 你一样的看它的过去怎么样 它的未来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讲是启蒙性的 嗯 它打开了我对社会的语言 只知道什么叫社会学了 嗯 就这个社会对你之前理解那些科学的世界 之间的这种更直接的冲击是什么 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或者这种理性去认知更大的一个世界 嗯 就平时我们看的东西来讲的话 计算机灵异的代码生成一个程序 对吧 嗯 那还是只是只是这个 它被限制在了一个计算机里面 嗯 但是我们周围接触人 周围接触这种事 它背后都有规律 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个你不可预测的 一个 一个这种不确定 或者你没法去认知的东西 嗯 开始慢慢呈现出它的一种规律来 嗯 这个后来我上大学很吃惊那个事 嗯 这个孙悟空是不讨女孩子喜欢的 猪八戒讨喜欢的 这啥情况 这个一个又懒 对吧 本事又不大的东西 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所以你会真的只有你看到其他东西都反弹 之后你才发现说 这世界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嗯 那你说你读到这个 你说对这个西游记 孙悟空猪八戒的解释之后 对你的现实行为会有修正吗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你只是觉得很意外 意外啊 对 这种女孩子会喜欢抓紧 这事情 嗯 你还需要再过好多年 嗯 你才才才才能真正去领悟这些事情 嗯 逐渐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真的是 事后你发现这个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 嗯 对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的话 嗯 最早有两个公司 和两个业务 让我这就处于很震撼 一个叫做 好123 对 对 对我知道 你一个福建小伙子做的事吧 对啊 因为当时在搜狐里面 觉得搜狐就是宇宙中心了 所以当时好奇 你想看用户从什么地方来到搜狐 一插着自己计算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搜狐用户 是来自于叫好123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算错了 最终没听过什么东西 对吧 打开他一看 哇 密密码这是网址 丑陋无比 你就觉得是病毒吗 是什么搞错了吗 然后只有旁边一个小兄弟 一个编辑走过去 对吧 说这个我知道啊 好123嘛 我们老家都用它 就电信再给你装框 在射成首页的时候 就会把它射成你的莫人首页 哇 你才知道这么一个网站 简直就是你自己的研究生白读了 对吧 我们公司的美工全然不需要了 因为在那里面 你知道它一个月还能收入300万 收货在那里面 还是不赚钱的公司 反应会比好123还晚一点 这我都没有用过 它是一个盗版光盘 就是你知道我们如果说用Windows 你正常买是正版的 很贵啊 对 而且买回来之后里面是既没有Office 又没有WPS 也没有其他Photoshop 什么都没有 所以Windows的话呢 是我们认为一个就像一个昂贵的毛皮房 好业三的老板他讲说我们是一个免费的精装房 你拿这光盘一装进去 盗版的 所有你喜欢用的常用软件 都装进去了 拎包入住 什么都有 你说你用哪个 当然这老兄的话呢 是极度有产品精神的 当时我们跟他合作输入法的时候 他验诊你输入法好不好 你要不好也不跟你装进去 他自己还有测试团队 要确保你的所有的这种软件的兼容性 运行性能最高 这个光盘这个复制处系统 在当时占中国电脑的70% 所以很快我们的输入法里变成全国人民都用了 那我们都用过这个 这肯定不知道 反正我相信你可能没花钱买过这买Windows 别这样 今天可能买了 早年间 没人买 咱们那时候没人买这个 对吧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会出现这样的角色 对 然后你发现这都在收服体系之外的东西 而且那是一个非常明确 对这种清华北大那种经营主义的挑战 对巨大 自以为是了经营主义的挑战 所以就当头贺棒 后来我们提的叫三级火箭 就是指 为了做搜索 用输入法 推广浏览器 这浏览器打开手也就是搜索 叫三级火箭 在后面很出名 那就用这方法 但是我如果细想 这个三级火箭 其实是一个番茄花园 加上好123的一个合体 所以到后来找到了搜索去的一条道路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难的问题是说要说服张超阳 要让他的这样的认知 能够去接受这样一种跟他原来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但说服的技巧是什么呢 对于 技巧我早就说服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只有当事情足够这种坏 嗯 然后大家在共同思考 就变得通的时候 嗯 你才能提出一个这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来 嗯 当时是我已经提三级火箭被被被被被被视为异教学说 嗯 被边缘化了 嗯 最后最后管一团招的时候 嗯 就拉回来老张想对这就期待了 嗯 你提这些方法 他开始接受 你中间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没有过 这是很有意思的 嗯 是啊 对 可能也是这种 这种清华培养出来一种性格 就是 排除万难 对吧 就更多相信自己的思考 嗯 相信自己的创造发明 嗯 对吧 我记得当时收会有几个副总裁 哇 挺有觉得好有道理啊 他会不对啊 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呢 嗯 最后发现说他有95%的东西 都不是自己原创 嗯 是来自于跟别人交流里面得到的这种东西 最后可能加工了5% 就成了 嗯 但是可能原来我追求的东西 是95%到100% 你就想自己发明一个世界出来 对 就未来这些世界长啥样 就构想 而且世界就是我的 我在中间要 要去影响或者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嗯 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嗯 去做这件事情 嗯 没有这种犹豫的 嗯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 嗯 我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你现在其实是使得中文 能够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语言 那现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对于来说 最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员工是否有同样这么大的一种热情 嗯 是只把他们的技术问题去解决 还是只有这种大一种使命感 嗯 能够形成这样一种 就是给大家洗脑这件事情 嗯 管理上的问题 其实本身上这个管理上是你是有种对人尊重 说我是我你是你 嗯 我尊重你的每个想法 嗯 对吧 使得每个人成就每个人最大化 嗯 你天生有一种对对别人的这样一种尊重 这种尊重的 嗯 所以之前说有的公司什么价值观考核 嗯 就是什么东西啊对吧 什么性格测试 嗯 一种发生的内心就是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植入到每种身体里面去 在这边我发现自己是有弱点的 嗯 他给你本性是抵出的 是啊 但是你知道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孙悟空干的那些事对孙悟空简直是个侮辱啊 你想想孙悟空这么一个自由自在 他这个free spirit啊 孙悟空 对对但你自由是想要别人自由 对对吧 但是你要让每个人都要说不管你是信不信 我一定要把你吸成我一样的人 对 这个事情对我讲是这个内心中间的障碍 嗯 那能克服吗 这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你更多来讲的话呢 你还是有种热情是希望别人跟你建立共同的一种认知 但是你不是通过一种这种强迫的行政的这种手段 你还是希望就是去说服每个人是真的是从内心中间认同这件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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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